我們家的一個消息就是 因應現在中國跟日本 在我們台灣附近 這些島嶼的一些情勢 一些比較競爭的一些情勢 我們的國軍其實也要有一些動作 包括試射飛彈 其實就是一個動作的一個選項 是不是這個樣子 我們就繼續問明潔哥 國軍因為這個洪中秋案 當然士氣受到很大的打擊 據我瞭解這個軍方接下來 大概可能會有一些動作 用來提升國軍的這個形象 也像大家宣誓說 國軍是不是有 還有存在的價值 據我的掌握是說 海軍可能在9月22號 23號 會做一個所謂的 標準二型飛彈的試射 要試射飛彈 我來談一下說 這個飛彈它的特殊跟敏感性 其實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動作 為什麼現在就曉得呢 因為根據國際法的規定 相關的這種重大武器的試射 必須在前一個半月就進行國際公告 避免航空器飛過去 所以其實海軍在8月13號 就已經知會相關民航單位 大家都已經知道 所以大家可能透過這個管道 了解有這個訊息 那9月23號 24號 後頭還有25 26海軍所有的防空武器 都會在東北的海域試射 那我先來談一下這個飛彈 它為什麼敏感 現在我們海軍既得界上面 配備的這個標準二型飛彈 它是屬於BLOCK 3A型 也就是說跟美軍的這個神盾艦 是同等級 同樣的 也就是美軍現役的飛彈 那美軍是用MK41垂直發射 我們差別只是 我們是用MK26斜臂的發射 但是性能是相同的 那因為我們當初買了 四艘的這個既得艦 所以總共買了288枚的 這個標準二型 數量相當有限 那一枚的造價將近四五千萬 其實是很貴的 非常貴的 那它特別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我們2005年開始 四艘既得艦陸續回國之後 這個到現在為止 只有在2007年的漢光23號 曾經試射過一次而已 哇 只試過一次 也就八年來只試射過一次 因為每一顆飛彈都很珍貴 對 就像剛剛講很貴 對 再加上它是美軍的現役武器 所以基本上試射前 是需要老美同意的 所以它的政治敏感度是很高 在加上它的射程非常遠 它是超過150公里 它是屬於現在海軍 全海軍裡頭最強 戰力最強的防空飛彈 因為你如果不是在 國際海域試射的話 非常的危險 都會有爭議的 對 那它除了軍事上 這個有敏感度 當然它政治上 敏感度也很強 怎麼說 特別是像這一次 選擇的這個公告試射的海域 其實是在宇納國島 這個防空識別區以西 就是往我們的東邊這樣子 對 我們東邊海域 跟宇納國島之中間 它的緯度在北緯22到24.5度 東京121到122度之間 那這個區域 它有區域在哪裡 這區域也是去年 這個海軍168艦隊長張鳳強 他越界操演的區域 就是在那裡 所以這個事情 其實在我們軍事新聞圈裡面 是相當矚目的 我們也非常好奇說 到時候他們會 用什麼樣的方式去操演 那再加上說 這個區域 其實當然飛彈試射 不是說船開到那裡 就打法而已 它一定要有它的作戰想定 演習的想定 所以我們當然也推測說 因為今年共軍 中共的海軍 已經有至少五次以上 穿越第一島鏈 到台灣的東部海域 那未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 共軍的航空母艦上面 譬如說現在遼寧號 它搭載殲-15的戰機 它的航程整個 台灣東部都是涵蓋的 所以這個標準二型飛彈 它要做什麼 當然是未來要嚇阻 共軍的航空母艦 進入台灣的東岸 所以它也有協助 美軍所謂的反介入 也就是所謂反反介入的作用 那這個飛彈 它的強大在於說 我們現在現有的 海軍的成功艦 它只有一種飛彈 叫標準一型飛彈 它射程只有40公里 對 就比較近 標準二型有150公里 你就知道這個戰力 這個增強有多少 對 所以跟這個東亞局勢 尤其是我們台灣 又牽連在其...